好很多食物呢买回来可以一放放好久不会坏 为什么呢很多人心里面怀疑这可能就是有防腐剂了 在市面上最常见的防腐剂是本甲酸和乙二锡酸 那么它们通常加在饮料跟豆干当中 不过你可能不晓得只要1PPB浓度的本甲酸 就会产生致癌物引发全身中毒 豆干 鱿鱼丝 汽水这些大家爱吃的零食饮料 能放至少一年都不会坏其实里头都添加了防腐剂 最常见的防腐剂就是这个安息香酸俗称本甲酸 大多加在碳酸饮料里光是浓度1PPB就会产生700兆本分子 超出人体能承受的600兆极限很可能引起全身中毒 任何一个人你吃到有本甲酸的东西都可能在你胃部直接直接 透过你胃酸的作用产生本这样的致癌物 另外像是下韭菜的豆干 鱿鱼丝几乎都有防腐剂 几二细酸 正常标准值是1克 但是看看这包零食 标识者一公斤里含有几二细酸2克 恐怕已经超出标准值 规定什么样的食物 可以用什么样的防腐剂 那不要超过它的量 那我们一般的消费者 能够不吃含有防腐剂的食物当然是最好的 防腐剂最强的是无水粗酸 大多加在起司蛋糕防止发霉 不同类型的食物添加的防腐剂 也有等级之分量也有核定 虽然政府没有法律限制 不能放防腐剂 但毕竟吃多了还是会影响健康 食物吃新鲜还是最好的 中期新闻的东明张一华 台北报道 原造的高腐剂 综 faut饿山